報告委員會出席委員13人一足法定人數 現在全部開會 進行報告事項 請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立法院第九屆第七会请内政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委员议事录 时间108年4月12星期三上午九十五分至下午十二时三十三分 地点红楼二零二会议室出席委员赵正宇等十五人 列席委员中嘉宾等二十二人 列席官员内政部部长徐国勇等主席张召及委员红路 报告四项一 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二 处理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内政部主管预算凍结书面报告案继十六案 决定以上十六案均准以动资拟据处理报告提报院会 讨论四项一 处理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有关内政部主管预算凍结专案报告案继七案 本次会议经内政部部长徐国勇报告 委员赵正宇等十六人提出咨询军经内政部部长徐国勇及所属及其答复说明 另有委员吴自扬提出书面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并请相关机关令以书面答复 决定一 报告及寻导完毕 二 委员咨询未及答复部分 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 请内政部建树以书面答复 决议一 立案内政部民政业务经费 冻结二十分之一 专案报告案继续冻结分支计划 冰障管理向下原住民及花东离岛地区冰障设施改善计划预算 一亿七千一百二十九万五千元资 百分之二 案犹为第二八十案有关 原住民公墓签障部分 区均准以动资 二 其余营建署警政署及移民署 预算冻结专案报告案继续案均准以动资 三 拟据处理报告提报院会散会 宣读完毕 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 如果没有 那我们就确认 继续报告本日议程请宣读 讨论事项一 审查委员尤美里德23人拟据 两岸协定地结条例朝案案 二 审查斯坦利党党团拟据 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结协议处理 条例朝案案 三 审查委员江启臣等17人拟据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协议签署监督条例朝案案 四 审查亲民党党团拟据两岸协议监督条例朝案案 五 审查民进党党团拟据两岸订定协议监督条例朝案案 六 审查委员黄昭顺等21人拟据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定定协议处理及监督条例朝案案 宣读完毕 好 我们现在介绍列席的官员及现场委员 我们现场委员有李淑琳委员到场 李俊逸委员到场 吴志阳委员到场 林一华委员到场 陈一臻委员到场 介绍与 好 柯建民总招也到场了 谢谢 介绍与会的官员 大陆事务委员会 主任委员陈明通陈主委 大陆事务委员会 综合规划处胡爱玲处长 黄淑荣副处长 经济处叶凯平处长 法政处蔡志如处长 港澳蒙障处杜嘉芬处长 欢迎您 财团法轮海峡基金会副秘书长蔡孟军副秘书长 法律处张峰清处长 国家安全局第三处王座瑜处长 内政部政务次长陈忠燕政务次长 内政部民政司中部办公室陈建志副主任 内政部移民署陆出国事务组 葛广威组长 欢迎您 外交部条约法律师梁光宗司长 欢迎 国防部战略规划师国防政策处 邓克雄处长 国防部法律事务司法规言审处 代政委法治官 欢迎您 财政部国际财政司 李雅金司长 财政部官务署综合规划组 于乃茂副组长 交通部黄定环参事 法务部的官员 因为总统交管的关系 现在在外面 等一下会进来补充介绍 卫生福利部国际合作组 刘丽玲代理主任 卫生福利部实务药物管理署 陈信成主任秘书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际业务处赖民贤处长 银行局陈瑞荣副组长 证券期货局吴惠林科长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企划 对不起 还有金管会的保险局赖纯清科长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企划处 蔡生浦处长 农委会经济研究科刘毓文科长 行政院原子能源委员会综合计划处 王重德处长 经济部国际贸易局 李贯致富局长 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吴秋文组长 经济部智慧财产局秋淑文副组长 经济部投资业务处林美信科长 中央选举委员会综合规划处 高美丽处长 中选会选务处 王晓琳科长 行政院经贸谈判办公室 简致与谈判代表 以及蔡介文之意 现场 已经来到的委员 还有刘世芳委员 洪忠义委员 还有林立产委员也到场 好 首先进行提案说明 第一位请有委员美女提案说明 有委员美女不在 请时代力量党团 提案说明 时代力量党团不在 请江委员启程提案说明 江启程委员不在 请清明党党团提案说明 清明党党团不在 请民进党党团提案说明 有没有要说明 好 OK 要不要说明 总召 请 柯建民总召 亲自说明 好 主席 各位委员同仁 各位列席官员 今天宁政委员会 你们说招委 排这个两岸协议监督主席条例 实际点很敏感 那个动机 很难猜测 都又呼应到最近的 休典 国财民要参选等等 两岸的关系 产生激烈变化的时刻 我们今天在审查这个两岸协议监督主席条例的时候 本期代表民进党党团在这个地方作为说明 那说明以前我们这个条例 为什么叫两岸协议监督主席条例 所以这监督主席条例 就是国会要监督 国会保留 立法保留 所以这当然没有 不让行政部门来提案 由民党团提案 因为没有一个 我认为 我们 我们要监督政府条例 叫政府提出来 那邏輯是不对的 所以由民党团来提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今天可以看待的时候 上市在这里审查的时候 差不多多久 两年前 也就是说2016 3月22号 就是在 318选印三周年的以后 是3月22号 我还记得318当天晚上 在三周年的时候 史莱利亚和 他这个赖宗强等 在青岛东部 就是我办公室门口 例如我一个人形 看板 叫我柯建民出来 为什么两个人监督条例 不排审 这是搞政治 这是我们 我在这里看待就是说 台湾是一个 全世界 在国家任务上面 没有共识的国家 这是一个 我们现在的国家处境 那养爱协议建筑条例 在上次 我们提出来是什么时候 12年16年4月5号 有时候民党执政以后 蔡总统还没上任以前 我们就提出来了 那这个条例 我刚要告诉各位 我在立法院从第二届到现在 到目前为止 黄昭盛委员也是 老委员 理官有法案 资深 资深 老师一种 智慧的表彰 好的 来 在立法院八届以来 从国会前面改行 各位去想想 有哪一个法案 从第二届到现在 还没完成立法 就只有这个法案 走26年历史 这不是今天还在立法院讨论 是1993年的时候 12月份的时候 已经朝委 那时候朝委各党都提出法案来了 当时国民党立委是谁 是张宏钦 以前提出的 民党这边有 沈沃雄 喜天才 那时候我们都在场 包括阿伯都联署提案了 两党都提案了 所以是走了26年历史 到目前只有这个法案 卡 还没完成立法 那各位可以想想 想想 他节律有他的 一些背景因素 有时空背景因素 时空的背景 造成这个法 是所pending的原因嘛 我们在立法院上 到目前为止 上礼拜我们在审查什么 审查 好实验组织法 也是25年来第一次要修 但是呢 这个法是唯一 在立法院里面 走了25年走不出来 那为什么呢 我先告诉 我们把这个先 历史上长途先看一下 然后等一下提出我们 立法一直是什么 然后今天可能我们未来 我现在现况是什么 这样的审查中 大家不会完结啦 我刚才跟文贵委员讲说 顺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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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的好 因为各党有不同的版本 好 1993年12月的时候 在立法院提出来以后 为什么要提出呢 因为1990年代 八年代末期的时候 民进党发动 老民反乡 所以那時候有所謂的金門會談 然後所謂的務官會談 所以那時候的立委就提出這個兩岸 有一天一定會說 澳洲的說就要立法 所以就提出兩岸協議處理條例 但是呢 開始審查時那一般發生 千島湖時間停下來 停下來以後呢 為什麼 停下來以後 然後用一個理由請行政部門提出 法案在審 結果到相關長組閣的時候 兩路提出 二金二出立法案沒有完成 所以要把這時間都停下來 這是 這是有關於1993到2000年以前 這個法案在立法案是這樣子走了 2000年到2008年的時候 民進黨執政 當然我們用大修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然後2008年以後 那2014 到2014大家想一想 到318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馬英九做政策 大家都說請中賣台 所以民進黨提出了兩岸協議進入處理條例 總共在曾經委員會被退回108省 那318事件的時候 的時候先立法後審查 所以318以後 發明民進黨再提出民進黨版本 那民進黨執政以後 要分成七個兩個時期 一個2006到今年年初 這是一個時期 今年初以後 習近平講十五點 讓兩岸進入更淺距的時期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我們今天來看待 兩岸協議進入處理條例 他整個時間的著線這樣來看待的時候 我們就更清楚為什麼 這個法案 走了26年沒有走不出來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今天能夠走多遠 因為大家要建立一些共識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民進黨的提案是什麼 我剛才有跟趙偉拜託啦 好 我跟靠我講的 民黨黨的提案很清楚 大家認真聽一下 兩岸 民黨黨的提案是很清楚 好 請總召齁 控制以外時間 就是公開透明 公開透明 人民監督 另外是什麼 國會監督 國會監督 要國會監督 所以民黨版本很清楚 就是譚安判前 譚安判中 譚安判後 每一塊都有國會監督 党版提案 加減提案沒辦法 提港協定 所以一定要 我們版本很簡單 就是要國會監督 就是要 人民參與 就是要跟國比 前段後段中段 談判前 談判中 談判後 都要國會同意的 而且國會有修改 好 這是民黨的精神 那國民黨版本是 兩岸協議不監督條例 有 但一樣是 兩岸協議 好啦 你不用幫國民黨提案說明啦 等一下他給我自己說明 所以我今天在這裡 最後一句話就是說 時空環境的不同 今天我們認為 修改兩岸人民關係 協議53 比這個才會更重要 所有的政治談判協議 全部回到兩岸人民關係 好啦 提案說明 好不好 所以請各位冷靜 謝謝 走到20年沒有通過 我們很冷靜 看各位怎麼表演好不好 好 謝謝柯總召 接下來我們請黃昭順委員 提案說明 主席各位同仁 我剛才聽到柯總召在這裡國事論壇 而且這個國事論壇的內容還把我牽扯上去 那我跟他一樣都是八戒 所以我們很清楚這個法案走的過程 雖然20幾年來沒有辦法完成 可是大家不要忘記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什麼 第一件事是兩岸的關係是目前為止 在我們國家裡面非常重大 而且必須要突破 必須要面對 更必須要去解決的一個問題 那麼我們從蔡政府上台之後 我們看到兩岸的關係 可以說是 急凍 急凍到冷凍 到現在甚至於要再築高牆 但是大家也不要忘記 也就是在幾年前 應該是五年前 太陽花協印的時候 當時所有民進黨舉出來的牌子 全部都是先立法再審查 我們要求所有兩岸的事物 必須要透明公開 所以我想本席今天所提的案子 大概有幾項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 我們堅持在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 處理我們兩岸的事物 我們希望在中華民國 我再講一次 這個非常的重要 我們希望我們在 中華民國憲法的架構下 這個是我們前台灣 2300萬人民 大家一起的期待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法案 能夠在大家的監督下 能夠在中華民國的憲法下 架構下去處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堅持強化我們國會的監督 因為當時發生太陽花事件的時候 大家就講說 有很多的黑箱 什麼幾秒鐘要通過等等 其實 在整個的過程 我們都看到 倒因為果 因為在審查的過程當中 在立法院 其實比馬戲團還要亂 亂到無法去審查整個的條文 所以我們希望我們 當時提出來的先例法 再審查 所以我們希望在整個的過程裡面 能夠強化我們國會的監督 第三個就是 我們堅持人民要共同來參與 讓人民知道說 我們未來面臨兩岸當中 這麼遠近 這麼辛苦的狀態下 我們要不要跟國際接軌 要不要在整個的貨貿協議上 能夠有一個監督的條例 前兩天 包括有學者專家來這邊 也提到說 我們為什麼有一些 還沒有審查 可是已經在實施 所以 面對未來這些狀況 我們更應該把這些東西拿出來 可是我們剛才聽到 柯總召所講的話 我們就知道 民進黨還是在打假球 根本不想讓這一套 我們整個的監督條例 能夠正式的在立法院 好好的審查以後 讓全民一起來監督 讓兩岸的關係 能夠真正的 有一定程度的一些突破 那到今天為止 我依舊沒有看到 行政院的版本 雖然陸委會所做的說明是說 民進黨團的版本 可以代表行政院 我想民進黨團的版本 真的就能夠代表行政院嗎 我們行政院陸委會 是完全狀況外嗎 或者是我們行政院陸委會 是在我們的兩岸關係當中 真的就 互租切入嗎 所以我們希望 我們今天一面審 但是也希望民進黨不要打假球 能夠很快速的拿出一套 公平 透明 公開 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 的兩岸監督條例 讓我們未來在這個當中 能夠有所遵行 以上謝謝 謝謝黃昭順委員提案說明 好 補充介紹 在場的委員 還有來到現場的委員 還有余天委員 江啟成委員 蔣捷安委員 趙正宇委員 王玉敏委員 油美女委員 以及剛剛 提案說明的黃昭順委員 好 接著繼續提案說明 油美女委員提案說明 主席 主席還有說在場的委員 以及說列席的政府官員 大家早安大家好 剛剛聽了這個黃昭順委員 真的 覺得有點時空倒轉 好 那我們回到 就是說這個所謂的兩岸監督條例 這個部分呢 其實是在這個318太陽花學運的時候 那民主 民間團體呢 所提的這樣的一個版本 所以呢 台灣的這個 守護民主平台 跟這個就是經濟民主聯合 那他們呢 就是 鑒於呢 這個兩岸的官方的交流 那越來越平凡的情況之下 那如何能夠再確保 國家安全 人民扶植 跟自由民主憲政的秩序的原則之下 能夠進行良性的互動 所以呢 有關這個兩岸的書面的協定呢 它的一個締結跟監督的這些程序 那必須要呢 透過立法來加以規範 因為呢 在目前我們所有的這些兩岸的 一些的這些的協定的締結 或是這個監督的程序呢 其實在這個兩岸關係條例裡面呢 事實上是非常缺乳的 所以呢 必須要透過立法來加以規範 那使國會呢 能夠在憲法 跟民主原則所賦予的這個權限的範圍內呢 它可以針對兩岸的政府 在簽署 書面協定 那進行的這個民主控管 然後來建構行政跟立法權 如果發生爭議的時候的處理的機制 然後同時呢 來強化立法權 它能夠事前的監督的一個手段 那同時呢 明定就是立法決議的這種可能的種類 包括說 好 我是要這個一部的同意 或是全部的同意 或是部分的同意等等 那確保人民權利呢 受侵害的時候的一個救濟的程序 那以避免呢 在這個 缺乏呢 衝擊影響評估 就是當你要去做這個兩岸的協定的談判之前呢 其實你必須要提出這個所謂的締結計畫 那對於這個締結計畫 應該去做衝擊影響評估 那以及呢 如果說欠缺的這個立法的事前監督 那事後的審議的這樣機制情況之下呢 那有可能呢 這個所簽訂的這個內容呢 涉及到這個 國內法的一個配套的一個訂定 那或是修正 或是這個刪除 那民意代表呢 就沒有辦法的事實來提出 那這些的評斷 或是來做檢討 那甚至呢 可能呢 只能夠任由協議 或是契約來自動生效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就可能有行政權 凌駕 立法權 這樣的一個疑慮 因此呢 提出這樣的一個法案 那當然呢 民間團體呢 對於這個法案呢 相當的重視 所以那時候也提出了幾個 幾個這個口號呢 也就是幾個這個原則 第一個呢 就是 第一個就是要公民的能夠參與 因為對於兩岸的監督的這個協定呢 事實上對於人民的權益呢 影響非常的大 所以公民要能夠參與 那資訊呢 要能夠公開 同時呢 人權要能夠有保障 因此在這個協定裡面呢 絕對不能夠以犧牲人權的這個保障呢 來作為這個協定達成的一個目的 那政府呢 有這個義務 當人民的權力遭受到侵害的時候 你的救濟跟補償的制度到底在哪裡 那同時呢 國會能夠監督 那這國會的監督呢 包括事前的監督事中 以及事後的審議 喔 等等這幾大原則 那我們也期待說 今天的這個審議這樣法案的話呢 也能夠符合這幾項的原則 謝謝 謝謝油美里委員的提案說明 好 提案說明都已經說明完畢 其他機關有補充說明 現在我們先請 先請陸委會陳主委報告 主席 各位委員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今天 各位委員會 就大院委員所提有關 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六項法案進行審查 以下 僅提出本會報告 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關於兩岸協議的國會監督 現行兩岸條例第五條 第二項規定 系參照行政院八十六年以及八十八年 使草擬並送大院審議未完成的 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訂定協議處理條例草案 以協議內容是否涉及法律之修正 或應以法律定之 區分為送大院審議或被查 自從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以來 以簽署的二十三項協議 今夕依前開兩岸條例之規定 送大院來審議或者被查 在民國一百零三年三一八學運之後 社會大眾高度關注兩岸協議監督法制化 那麼行政部門一貫秉持兩岸協議 應符合公開透明 確保人民資的權利以及公眾參與的精神 並至立法院第九屆第二會期 迄今今將本法案列為優先審議法案 以持續積極的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完成立法 那麼行政部門的基本立場 目前大院已有六個版本的草案 建議民進黨團的版本草案 已可適度代表政府政策意見 所以行政部門並未提出草案 那麼關於草案具體內容 在大院審查時可以充分的討論形成共識 行政部門將抱持開放的態度 希望未來審查時能夠達到最大的共識 那麼行政部門也會尊重大院審查的決定 還有結果 那麼為了落實國會監督公開透明人民參與的原則 行政部門期盼未來兩岸協商 能夠使國會充分參與及監督 就協商之內容資訊 並未完整地公開 那麼公眾一得到參與討論 前者機關也能夠適時提出相應之影響評估 確保協商內容無為國家安全 以及侵犯人民的權利 以提升國會以及人民對兩岸協商之支持 別體未來兩岸協議之推動 那麼行政部門將持續 積極配合大院 盡速推動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完成立法 早日完成最符合社會需要有效可行的監督條例 以具體回應各界的期待 那麼對於外界關切的重要議題 關於為什麼行政院版本沒有這個草案 其實我剛剛也提過了 那麼關於這個法案的這個名稱啊 民進黨版是以兩岸為名 較具中性 且避免擴大爭議 又兩岸協議的監督條例目的 是針對兩岸訂定協議建立 有國會實質監督的制度 而會突選兩岸的定位 所以希望 不要因為名稱的爭議而模糊 建立兩岸 簽訂協議制度的目標 關於胡茂貨貨的這個協議後續處理 那麼關於海峽兩岸胡茂的協議 還有海峽兩岸貨貨協議 以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完成立法後 應如何此理 將待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完成立法後 再依據該條例的規定 配合進行胡茂協議的國會審查成議 以及推動貨貨協議的後續協商 至於如何適用涉及大院的權限 行政部門尊重大院的程序及決定 那麼另外關於兩岸政治議題的協商 那麼因應兩岸情勢的局勢變化 行政部門已將兩岸政治議題協商 監督機制的法案送到大院審查 因為建於今年1月 中共這個習五條提出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兩岸互動的扣官情勢 已經發生變化 修法強化兩岸政治議題協商的監督機制 建立民主的防衛機制 應有迫切性以及優先性 那本會已擬具了 兩岸條例第五條之三修正查案 建立兩岸政治議題協商監督機制 刻意大院審議中 那麼對於兩岸這個協議監督的通案性規範 一定立新法 至於兩岸政治協議的監督 則以兩岸條例增定 為什麼因為兩岸協議的這個監督條例 各版本係針對兩岸協議的協商為通案性的規範 特別當初起心動力是因為這所謂的胡茂協議等等 是一個比較經濟性的 那麼維持在於無論在協商談判前中後階段的處理 以及監督機制 具有相當的差異 那麼僅有兩個版本 也就是時代力量版跟油美女版規範政治議題的協商的處理程序 所以那麼以另立新的法規方式來充分討論整合各方的旗艦 以求周圓的立法 另外為因應兩岸情勢的局勢的變化 那麼迅速建立應有的民主防衛機制 所以行政部門提出了兩岸條例的第五條之三的修正 在方向一致下 考量現行法制體系及規範體力 能希望大院能夠支持行政部門的提案的版本 因為兩岸的政治議題協商應該受到更嚴謹的規範 那麼現行的兩岸條例第四條之後 第五條之一 第十八條均提到政治議題 但並未有具體的定義 建議兩岸政治議題具有高度的敏感性 具體類型如兩岸和平協議 建立軍事戶金機制等等 以及其他重大憲政或政治影響性 可能影響到我國主權的各項 協議需要更多的社會共識 相關處理程序應該受到更嚴謹的規範 所以政府擬具了兩岸條例五之三的修正廠案 包括兩岸政治議題協議 必須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協議締結計畫 以及憲政或重大政治衝擊影響評估報告 並完全事前事中事後的民主監督程序 經國會雙審議舉行公分會 全國性公民投票成績獲得民主充分授權 使得簽署協議及幻文 並明定主權國家地位 以自由民主憲政制序之毀氣或變更 不應作為政治議題談判及協商的目的 所以作為政治議題協議需依協議具體內容 且有無涉及政治意涵的個別判定 那兩岸間的涉及一般公權力的行使 或主權行使行為的協議 原則上非屬政治議題 兩岸條例第五條之三的修正廠案 所規範的政治議題的協議 能應依協議具體內容 有無涉及政治性意涵 個別判定 例如兩岸駐稅協議處理課稅問題 原則上是屬於非政治性的協議 但是協議內容如果被加進 一個中國原則或一國兩制 台灣方案等政治性的議行 就應該是屬於兩岸議題的協議 由這個五之三提出五之三的監督機制來處理 那麼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 是社會高度的關切議題 那麼有關後續兩岸關係的發展 各界都期待早日能夠完成立法 那麼藉由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 可以建構兩岸協商制度化的準則以及依據 這是一部對兩岸關係極具重要的法案 自為因應當前兩岸情勢變化 透過兩岸條例有關政治議題協商監督機制法案 建立民主防衛機制更具有急迫性以及優先性 那麼政府後續會配合大院推動立法工作 期盼可以進行完成立法 落實公開透明人民參與國會監督的原則 以及回應各界的期待 同時也使兩岸關係在法治基礎上實際交流與發展 以上報告 敬請指教 謝謝 好 接著我們請內政部陳仲燕次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早安 那就本部向各位委員來就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六個查案裡面 施設本部的相關範疇的部分向各位委員來做報告 就法令規定的部分 第一個是兩岸條例五條之一 現在的規定是地方政府非經大陸委員會的授權 不得與大陸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官的機關構 以任何刑事協商來簽署協議 二是兩岸條例的三十三條之一 現行的規定 規定台灣地區人民法人團體或其他的機構 非經各該主管機關的許可不得為下列的行為 就條文的內容請參閱 第三個是就兩岸條例三十三條之二 第一項的規定是有關於地方政府機關構 及各級地方立法機關 非經本部會商陸委會 報請行政院同意 不得與大陸地區的地方機關來締結聯盟 中國大陸地區的地方機關合作行為或締結聯盟的許可的事項 那有訂定了相關的這個申報的機制 那我們本部呢也有訂有內政部審查 地方政府與大陸地區地方機關之合作行為或締結聯盟的申報的須知 那也請地方政府都要依照相關的這個規定規範來進行申報 那統計105年到108年地方政府跟對岸的這個簽署的合計案件有五件 那從100年一直到現在呢 那已經有超過上百件的這個相關的案件 那審查地方政府人員進入大陸地區的申請案件呢 是依據兩岸條例第九條第四項的規定 那包括直轄市、縣市長、政府人員等等 都要經過這個聯審會的這個審查來許可 那基於中央跟地方依法各有其權責 那地方政府如果要付中國大陸地區交流 以這個應以直轄市、縣市政府的相關事務為限 這個是再次來說明 那最後本部將持續來辦理審查 地方政府跟對岸地方政府的這個合作行為 或DA聯盟的申報事項 那也提醒我們相關的公務人員要進入 中國大陸地區的申請案件 務必遵守兩岸條例的相關規定 以上報告 謝謝陳仲彥次長的報告 接著我們請海基會蔡富秘書長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各部會代表 大家好 大家早安 今天成邀列席貴委員會審查大院 有委員等擬具兩岸協定地結條例草案等案會議 致感榮幸 本會系在政府授權下辦理兩岸協商交流及服務各項業務 有關兩岸協商建立法治化監督機制 本會將依據政府的授權與規劃來辦理 以下警救本案進行檢要的報告 兩岸自97年6月迄今 本會基於政府授權 與海協會舉行11次會談簽署23項協議 在推動簽署協議的過程 均配合政府及協議主管機關 分別向大院以及社會大眾進行說明與溝通 協議簽署完成之後 均依照兩岸條例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送大院審議或被查並提出報告並備詢 而自103年的318學運以來 社會大眾對兩岸協議監督法治化高度關注 而未來兩岸協議監督立法之後 當能落實強化公開透明 人民參與活會監督之原則 建立兩岸協議的民主監督機制 符合社會的期待 以國家的整體利益 現行大院的六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版本 在強化國會監督方面內容雖各有意 為都明定協議相關主管機關 因一談判前談判中以及談判後的三個階段 分別向立法院提出談判計畫 而若立法院可提出建議 與修正談判計畫之後進行談判 同時協議草案也需經過立法院的同意 使得正式簽署以及簽署後送立法院審議等 在強化公眾參與方面各版本之精神 均強調行政部門於各個談判階段 主動規劃採取可行有效之方式 與各方進行溝通 溝通情形應向立法院報告 它的方式包括座談會協調會以及公聽會等等 其能落實社會大眾對兩岸協商過程 資訊透明的要求與期待 針對影響衝擊以及國家安全評估方面 為確保兩岸協議無危害國家之餘 保障人民之權益 各版本均提出影響評估機制 規定協議權責主管機關 應針對談判前議題所設 國家安全影響以及談判中階段 分別進行出審以及覆審 而談判議題內容若牽涉到涉及國家安全之重大事項等 均需進行國家安全影響評估審查 經審查確認該談判議題及內容 無危害國家安全之餘者使得進行後續談判程序 若有明顯危害國家安全之餘者 則應立即停止談判 此機制能有效強化衝擊影響以及保障國家安全 鑑於今年1月中共習五條提出一國兩制 談判方案兩岸客觀情勢發生急劇之變化 修法強化兩岸政治議題協商之監督機制 建立民主防衛機制 呈有其急迫性以及優先性 針對政治議題之監督 目前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之各個版本 僅兩個版本有規範政治議題協商之處理程序 是以對此議題之監督尚有差異 涉及政治議題之兩岸協議具高度敏感性 攸關國家安全全民利益以及台灣未來整體的發展 其性只有別於一般協議 基於此為因應兩岸情勢之變化 行政院院會已於3月28日通過兩岸條例第五條之三修正草案 增定建立兩岸政治議題協議監督機制並送大院審議 大院各版本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草案及相關修正草案 經充分討論後將能建立一套符合憲政體制 並兼顧協商需求至兩岸協議監督機制 本會尊重大院之審查之決定與結果 未來待相關法制作業完成 本會也將依照政府之授權 按照法律之規範 辦理兩岸協議之協商 簽署及生效等相關事宜 以上說明 敬請指教 謝謝 好 謝謝副秘書長 其他機關有無補充說明 沒有 報告完畢 現在開始綜合詢答 本會委員發言時間5加2分鐘 非本會委員發言時間4加2分鐘 截止登記時間10點30分 臨時提案截止提出時間11時 詢答完畢後處理